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传统公司 那再来我们的企业用户 企业用户有很多 他们的这个资讯人员通常处理这些事情 也会提供我们这样的相关资讯 那另外我们有时候会在网路上面做一些病毒陷阱 在某一些学校 或者是说某一些国家 这个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会在一些我们讲的ISP 去设一些这样的防毒陷阱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的E-mail 假的E-mail是不存在的 可是莫名其妙会收到很多垃圾信和档案 这个我们会来做分析这是一个手法 那再来呢我们也会利用云端运算的技术 取得我们所有的这个客户 他来询问我们的资料 来做分析 从中取得病毒码 这些病毒码的制作呢第一就是说 取得病毒样本以后 我们会有R&D的人员工程师 他去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上面去执行 看看他感染哪些档案 他的攻击行为是什么 他会想把这个档案的后门开到哪里去 那他会到Internet上面去下载什么资料 这些我们讲他的行为都了解了以后 我们从中抓取一个他这个病毒唯一的特征 就好像人的指纹一样 独一无二的特征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整合到我们既有的病毒码上面去 整合以后我们会做一个测试的动作 测试的动作就是说 会在我们所有的产品上面去 加上这个新的病毒码 然后做测试 会不会这个新的病毒码加进去 反而造成了误判 还是说拦截率有下降 这个要做分析 因为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确保我们的企业用户 或者一些政府单位 重要的机构 他用了我们的防毒软体 不会出问题 那防毒软体 除了同学了解的这个 用户端防毒软体之外 其实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版本 像伺服器端的 电子伺服器 网路闸道 还有网路上面的设备 这些或者是一些 我们讲的线上扫描 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可能是我们讲的 Apple的电脑 Windows 还有或者是手机上面的 这些通通都要测试完了以后 那把它放到我们的更新伺服器 让所有的用户去下载 执行 这样才算一个完成这样子的动作 那我们刚才前提讲的 这些复杂动作 云端技术通常是在五分钟之内 就会运算出来 直接提供给用户保护 那另外就是病毒码的制作 我们会控制在半小时内完成 那再部署给我们的客户 这个大概是一个防毒的流程 那这个流程是24小时不断的在进行 在制作的 就是说全世界24小时都有这样的工程师 不停地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个大概大致上面 会是我们做防毒病毒码制作的一个流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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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